欢迎来到雪焰传媒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7月8日,星期六,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关注雪焰传媒SG新闻空间站 及时获取加拿大最新焦点新闻,突发新闻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警察在新西林市追捕在桃小熊 当地时间7月6日星期四,新西林市警察局表示 他们正在与林业保护官合作 追捕在市区西侧14街和伦敦街附近出现的一只熊 当日下午,警察终于追踪到了在这座大城市中游荡的小熊 现在这只幼熊将被安全地转移 随后,警察局表示已成功找到了这只熊 警方写道,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非常感谢碑狮省保护官 他们现在正在将这只小熊送回家 我们很高兴能够帮忙,并与我们的新朋友道别 感谢居民在这只小家伙被找到和被麻醉期间的包容 6名警察现已将熟睡的小熊安全地抬出新西林市的社区 现在,这只熊已经交由碑狮省保护官服务 并将被重新安置 太阳风暴可能在今晚引发温哥华北极光 当地时间7月7日晚间 温哥华及碑狮省的天文爱好者有可能观测到 由于日免物质抛射引起的北极光 本周一,科学家们注意到太阳上的一个大型活跃区域 现在被称为AR3559 它释放了一团巨大的带电太阳粒子云进入太空 来自太阳风暴的粒子正朝地球而来 可能会引发壮丽的北极光 关于在温哥华或卑诗省其他地方看到北极光的概率 地磁风暴观测预计只会发生轻微风暴 天气网络上有一个地图显示轻微风暴的可见范围 G1级别被认为是轻微风暴 可能会在卑诗省内陆的部分地区看到 但也有可能达到G2级别 这意味着温哥华的关心者有机会看到这一器官